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中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到礼物 如果收到的话 那自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难过 毕竟圣诞节以后还有新年呢 如果新年也没有礼物的话 那其实也没什么 新年过后 还有农历的新年 如果农历的新年也没有礼物 那完全也没有关系 毕竟农历新年过了以后 还有情人节呢 那如果情人节也没有收到礼物呢 我想那就更没有关系了 毕竟那时候已经到了二月 想必你也已经习惯了 跟大家开个玩笑 其实呢我想说的是 有没有礼物其实并不重要 圣诞节不过就是一个 与家人朋友团聚的日子 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自己对自己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大家都知道 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 那么耶稣真的就是诞生在12月25日这一天吗 在圣经中我们找不到明确的关于耶稣基督诞生时间的记载 那么渐渐的能否推导出 他是诞生在这一天吗 其实也不能 而且更有可能的是推断出的结果根本就不可能是在12月份的某一天 在圣经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在圣经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说耶稣诞生的时候 怎么还会有牧羊人在夜间在旷野中牧羊 那么12月25号这一天是怎么被确定为圣诞之日 这其实和基督教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12月20号这一天虽然不是耶稣的生日 但确实是一位神的生日 他是太阳神的生日 是密特拉教中的太阳神的生日 密特拉教是在公元一世纪传入了罗马帝国 后来就发展成了罗马的宗教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 12月20号这一天正好是冬至 冬至的意思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白昼的时间将越来越长 黑暗的时间将越来越短 这一天就可以被理解成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开始 光明自然是与太阳有关 所以到了公元274年 有一位罗马皇帝就将12月25日 确定为了太阳神日 而那个时候还没有圣诞节呢 那圣诞节又是怎么来的呢 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已经传入了罗马帝国 在当时人们就议论纷纷 期望确定一个日子 纪念主耶稣的诞生 当时就出现了各种提议 有的说是三月份 也有说四月份 还有说是五月份 那么为什么最终将12月份中的某一天 定为了圣诞日呢 当时在罗马帝国内 节日最多的月份 就是在12月份 12月份一共有三个最主要的节日 一个呢是从12月17号 到12月24号的农神节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12月25日的密特拉教的太阳神节 在12月下午 同时还有一个叫西吉拉利亚祭日 这也是一个节日 这个节日的特点呢 就是小朋友在这一天会收到很多的礼物 更像是一个儿童节 所以呢将圣诞节放在12月份的某一天 就是为了能够满足罗马人喜欢在12月份过节的习俗 那么为什么会是25号呢 到了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罗马帝国的皇帝迪奥多西一世 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 并且废弃一切其他的宗教 那也就是说以前罗马人习惯过的12月25号这一天的太阳神节 以后也不能过 太阳神节毕竟是罗马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果这一天没有任何庆祝活动的话 相信罗马人会觉得很不习惯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的罗马主教就将12月25号这一天定为了圣诞节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要对这个以前异教的节日进行洗礼 其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以前密特拉教徒加入基督教 这样的话在12月25号这一天 基督徒可以对上帝进行敬拜 密特拉教徒也可以同时偷偷的为他们的太阳神进行祭拜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12月25号这一天被定为圣诞节 实际上和基督教义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更多的还是为了满足世俗的需要 当然了也有一种说法曾经在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基督徒同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 他曾经推断出玛利亚受孕的日子是在3月25日 那么经过9月怀胎耶稣出生的日子就应该是在12月25日 但是呢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基督教会官方的认可 圣诞节到现在呢也越来越像一个世俗的节日 据我所知有一些基督教会根本就不庆祝圣诞节 从圣诞节的习俗上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上面的世俗色彩 比如说家家都要搭的圣诞树 这个习俗呢实际上是出自于圣诞节之前的农神节 罗马人经常用长星术来代表着多产和永生 以此来庆祝农神节 这到后来经过一番演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圣诞树 圣诞节期间大家互赠礼品这个呢更多的是出自于刚才提到的那个西极拉利亚节 那个节日呢小孩子会收到礼品 大人也同样是互赠礼品 所以总而言之 圣诞节呢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节日 是一个世俗的节日 并没有太多的宗教色彩 对于一些以宗教立国的国家 比如说伊斯兰教国家 他们出于宗教的原因不过圣诞节 这个呢完全可以理解 而对于一些世俗社会来说 我觉得过圣诞节不过就是追求一种简单的快乐 并不会涉及到什么文化入侵 思想渗透 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 难道过圣诞节的那些人就不过春节吗 他们一样会庆祝春节 而且会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庆祝 毕竟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再说了 如果真的担心圣诞节是来自于西方 来自于基督教的背景 那么是不是也不应该庆祝元旦 元旦可是功利的一月一号 甚至是不是也不能使用功利了 别忘了功利纪念法是从耶稣降生那一年开始算起的 不好意思啊 本来想跟大家聊聊圣诞节的一些小知识 不小心呢又扯远了 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在中国历史中的很多大人物 特别是一些帝王 他们出生的时候呢 也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祥瑞 像赵匡印 朱元璋他们出生的时候 红光满史 这些呢都应该算是常规操作 比较有特色的 比如说刘秀 出生的时候呢 是和生九岁 顾名为秀 这也就是他刘秀的秀字的来历 比较黄色的祥瑞 应该是刘邦出生时带来的 据说当时刘太公 就是刘邦他老爸 看见了一条龙 骑在了刘太婆的身上 而后就有了刘邦 所以在刘邦出生的这件事情上 刘邦他爸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顶多算是一个目击者 要说比较有特色的 还得说是隋文帝杨坚的出生 除了红光满史 这些常规的操作以外 杨坚出生时的长相 也确实是惊世骇俗 据史书记载 杨坚出生的时候 是龙河 额上有五柱雾顶 目光外舍 就是说长了一个特别长的下 额头上有五个肉柱 一直激怒到头顶 眼光犀利 似狼似鹰 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 关于哈士奇长相的最早记载 据说当时的南陈后主陈书宝 听说杨坚的长相奇丑 就派了一名叫袁彦的画师 画了一张杨坚的画像 带回来 陈书宝看过这幅画以后是大害 马上将这幅画扔了 不过呢 这倒有一个好处 以后我们的陈后主 在午夜十二点看泰国的恐怖片 都不带害怕的 杨坚充其量也就是长得难看一点 比较吓人 但看多了也就习惯了 他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恐惧 但在众多的帝王之中 有这么一个人 他出生的时候 似乎就预示着 他要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血与火的炼狱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手中紧握的是一个血块 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 据原始太祖记记载 说成吉思汗出生的时候 手握凝血如赤石 如果单纯是中文的史书 这样记载倒也不足为奇 在中文的史书中 通常帝王的降生的同时 都会伴随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奇怪的是 在中文史书之前 蒙古语的史书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 在出版于公元13世纪的蒙古秘史中 也记载说 太祖生石 右手握着一块碧石般大小的血生子 同样在我们以前提到的 拉施特的史记中 也有同样的描述 而且这些记载都是在中文的记载之前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蒙古语或者波斯语史书的记载 并不是出自于中文史书 对帝王出生的这种习惯性的写法 而很有可能 成吉思汗出生的时候 确实是手握血块 那么手握血块又意味着什么呢 明朝人修的原始说 这是治武功也 而蒙古秘史和史籍 则没有对这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但是在后面的记载之中 我们不难看出 这血块蕴含的杀戮流血的意思 在铁木真只有十岁的时候 便同他的胞弟和塞尔一起 射死了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 别格铁尔 当铁木真的母亲科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马上想到的就是铁木真出生的时候 手中握着的那块黑血 自那以后 杀戮二字就融进了铁木真的血液之中 在以后的岁月中 不管解决什么问题 他想到的最佳的方式就是杀掉敌人 这一准则也贯穿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 在他拥有了权力 拥有了强大武力的时候 他更将杀戮二字进行的更为彻底 毫无疑问 中世纪时的成吉思汗 以及他的蒙古大军 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疯狂的杀戮军团 成吉思汗不光杀人 而且杀得越发的理直气壮 有一次在攻打花拉子摩的时候 他攻陷了当时的一个重镇 腾破以后 他将城中的居民全部聚集到了广场镇中 在屠杀之前 他对他们做了这样一番演讲 他说 这是你们罪有应得 你们犯了极大的罪 必将受到惩罚 也许你们中的有些人会问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们犯了罪 那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上天派下来降给你们的灾难 既然上天派我来了 就说明你们有罪 大家听听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其实蒙古人杀人根本就不需要理 在他们征讨的路上 被他们攻打的城市 不管你是谈判也好 还是投降也好 最终都大多难逃被屠城的命运 虽然蒙古人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但是他们非常知道兵不厌诈 他们在攻城之前 对守城的人许以众诺 答应他们如果投降的话 就不会屠城 但等到城门打开 大多的情况下 蒙古人依然会屠城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也有他们的理由 虽然承西斯汗有一个十一的法则 就是说 如果被他们攻打的城市主动投降的话 那么只要他们献出十分之一的财富 以及让十分之一最强悍的男人 补充进蒙古军队的话 那么这个城市就可以被免遭屠城 但实际上这个法则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 大部分的城市投降以后依然被屠 因为对蒙古人来说很简单 对于投降的城市 他们只能获得十分之一的财富 而如果将这成功的人全部杀光的话 他们将获得百分之百的财富 这笔账他们很会算 再有蒙古大军一路向前 他们不希望在他们的后方还存在着反抗力量 哪怕这些人曾经投降过 所以最安全的方法 是让这些人永远的安静下来 所以承西斯汗在攻下了花拉子摩的首都玉龙赤节的时候 一次性就屠杀了120万人 在攻陷莫斯科的时候 蒙古统帅要求蒙古士兵杀一个人 要隔下一个人的耳朵 结果总计收集了27万只耳朵 不光是承西斯汗试杀 他的试杀的基因也传给了他的儿子们 大家熟悉的金庸仙上射雕英雄传中 郭靖的把兄弟托雷 在书中看起来还是一个正面人物 但历史上的托雷 同样也是一个杀人的魔王 他在攻打呼罗山地区 在攻占一个叫马鲁的城池的时候 虽然当时的城中长官已经现成投降 托雷也答应他不会屠城 但当城门打开之时 托雷攻入城中 除了留下了四百名工匠以外 其余的二十几万人全部杀光 马鲁城也被移为了贫力 不光是承西斯汗的儿子施杀 他的女儿也是不惶多让 这次又是托雷率军攻打一个波斯地区的重镇 尼沙普尔城 这个城市是以人烟稠密经济发达而著称 在当时是一座大城 面对蒙古人的进攻城中的军民坚决反抗 当时负责前线作战的是承西斯汗的女婿叫托胡查尔 因为进攻不力 他受到了托雷的赤责并被撤职 托胡查尔认为这是他此生最大的耻辱 于是他就亲茂使时亲自上阵攻城 结果被一只飞剑咬了性 他死亡的消息传到了后方 当时他的妻子承西斯汗的女儿正身怀六甲 这个女人跑去向承西斯汗哭诉 承西斯汗答应他要用全城人的性命为他的丈夫陪葬 这个女人依然不放心 亲自率领着一万人来到了前线 督促他的哥哥拖雷攻城 城破之日 这个女人亲自率领自己的一万部队 攻入城中见人变杀 妇奴不论 屠杀整整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 到最后甚至是小猫小狗都不放过 这个女人还命令他手下的士兵 搭起了三座金冠 所谓金冠就是人头骷髅塔 一座是给男人的 一座是给女人的 一座是给孩童的 这就是承西斯汗家族的胎角 据波斯史书编年史记载 光尼沙普尔城附近就有174万人死于悲目 新日繁华的一座大城变成了无人的荒物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再看看一组数字 据原史记载 公元1207年 也就是金太和7年 当时的人口统计结果是 总共有768万户 4581万人 而到了1234年蒙古灭金的时候 蒙古灭金得户87万户 人口475万人 在短短20年间 人口从4580多万 一直锐减到了只剩下450多万 锐减程度达到了90% 而当时并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 这些人都是在战乱中被蒙古人屠杀 或者是因战乱而亡的 据葛建雄先生的中国人口记载 在公元1215年的时候 全中国的人口 包括北方的金朝 以及南方的南宋 总共是1亿4千多万 而75年以后 也就是元朝建立十几年以后 全中国的人口只剩下了680万 这完全是一场毁灭性的屠杀 用忽必烈自己的话说 蒙古人在中国北方 杀了差不多1800万中国人 而天府之国四川 人口从以前的1200多万 直接降到了公元1295年的 不到60万人 尚不足以前人口的5% 蒙元的杀戮 使得中原大地 失去了差不多7000万条生命 此一数字 已经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蒙古人不光是在战争时期杀人 在和平时期也没有停止过 毕竟对于蒙古人来说 杀一个汉人不过就是赔一条毛驴的价钱 所以即使是在和平时期 这样的杀戮也从未停止 那么我们那些史学家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原始大家韩汝铃献上 在一次给同行们定调子的发言中 这样说到 说元朝的统一 结束了500多年来各族人们相互争斗血战的历史 让全国各族人民能够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 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 这到底是哪门子的进步 用几千万人的鲜血促成的历史进步吗 那么这样的进步的方向是哪里 是地狱吗 为了抬高蒙元 这些原始专家们不惜余力的贬低宋朝 将宋朝说成是一个腐朽没落软弱的封建盲朝 而蒙元则是一个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朝代 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兰就曾经说到 说像宋朝这样一个腐败的政权 任何民族都有权利推翻它并取而代之 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这位范文兰先生曾与郭默若藏客家一起 被称为史学界的马列武老 他的历史观点非常简单 就是阶级史观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就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几千年的历史只有立场 没有对错 很可惜的是 至少我上学时候的中学历史课本 就是按这些人的史观编写出来的 不好意思 又有点扯远了 古人云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私 善不饥不足以成名 恶不饥不足以损身 铁木真手中的那块血块 诚然是给欧亚大陆带来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但同时 这块血块也会作用于铁木真本身 他的死也是一场血光之灾 那么成吉思汗是怎么死的呢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法 在史书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最轻描淡写的 应该说是原史中的记载 明朝人宋连主编的原史中 对成吉思汗的死说的非常的简单 只是说他不遇 在公元1227年的时候 并是于宁夏的六盘山 那时候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部队 正在围困西夏的首府 兴庆府 也就是现在的银川 原史中只是说成吉思汗 不遇 不遇这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天子身体状况的 说的就是天子身体不舒服 至于成吉思汗当时为什么不舒服 有什么具体的症状 原史中只字未提 而其他的史书 则对成吉思汗为什么不遇 做了各自的解释 有的说他是被雷劈死的 也有的说他是从马上跌落而死 还有人说他是中毒了 下毒的有可能是他的儿子窝阔台 或者是那位美丽的西夏王妃 更有一种离奇的说法 说成吉思汗是被为他侍寝的那位西夏王妃 咬断了南根而死 还有现在有些西方学者认为 成吉思汗实际上是死于献鼠疫 总结这几种死法 我们可以发现 除了原史中对成吉思汗的死轻轻划过以外 其他史中中所记载的成吉思汗的死 都是非正常死亡 用文揍揍的话讲就是不得好死 那么成吉思汗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咱们逐一的来分析一下 先说第一种被雷劈死 这个说法的出处是出自于一个欧洲人 叫约翰普兰诺 他当时是作为罗马教皇的特使 去蒙古拜会当时的蒙古皇帝 时间是在成吉思汗死以后的18年 他回去以后 在写给教皇帝封信中提到了成吉思汗的死 说他是被雷劈死的 在他的信中提到 草原中经常发生雷劈事件 有很多人都被雷劈死 击伤 所以草原的蒙古人非常惧怕打雷 但如果说草原上经常发生被雷劈死的事件 就推测说成吉思汗的死是被雷劈死的话 很明显这样的逻辑是很难成立的 我相信这位叫约翰的特使 也不会想着用这样的逻辑来说服罗马教皇 所以很大的可能是他当时确实听说了成吉思汗是死于雷劈 然后才会联想起草原经常发生的雷劈事件 那也就是说他在蒙古草原的这段时间 当时一定流传着这种说法 也许这个留言来自于蒙古草原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那些被蒙古帝国征服践踏过的地方 因为被雷劈死 不管是对于中原文化还是蒙古文化都相当于是天谴 不过考虑到毕竟被雷劈死的概率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这种死法的可能性也就比较低 第二种坠马而死 这种说法是出自于蒙古人撰写的元朝秘史 说的是公元1226年的时候 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进攻西夏 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也随 那年的冬天成吉思汗参加了一场围猎 当时他骑着一匹红沙马 却没想到在围猎过程中被一匹野马所惊 成吉思汗措手不及从马上跌落 因此受了重伤 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 也随服人还向重将商议应该怎么办 是撤军的还是继续围困 最后成吉思汗决定要继续围攻西夏 到了第二年的八月份 成吉思汗又连续发了八天的高烧 终于是在八月二十五日去世 这种死法呢也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 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上 不是说他不可能坠马 而是在他坠马的时候 本能的就会做一些自我保护的动作 而且坠马的时候又是在冬天 身上肯定裹着厚厚的毛皮 即使是从马上跌落 应该也不会受太重的伤 如果说他是被后面的马践踏而死 这个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马本身就有闪躲的本能 见到地上有人了 肯定自动跳开 不会拼命的往下踩 再有成吉思汗是在一二二六年冬天从马上跌落 而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八月份才去世 如果在马上跌落 那属于外伤 外伤如果严重的话 当时就有可能避命 也可能因为伤口保护不好 造成感染 那应该也不会拖到八九个月以后 才病发肾盲的 当然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比如说内脏器官受到了某种损伤 这样有可能拖的时间比较长 但这样解释自然也会降低 坠马而死的可能性 第三种词法 中毒而死 虽然都是中毒而死 但下毒的人却各有不同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窝阔台 和那位神秘的西夏王妃以外 还有一位就是一名不知名的西夏武士 说窝阔台堵死成吉思汗的动机 是因为成吉思汗想要将汗位 传给他的幼子托雷 所以窝阔台在成吉思汗改主意之前 先堵死了成吉思汗 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的始料依据 只能说纯属猜测 读此说另外一种说法 是说当成吉思汗率军围攻西夏城池的时候 被一位西夏的武士射出的一箭正中他的膝盖 这是一支毒箭 所以不久以后成吉思汗毒发神马 这种说法是记载于马可波罗游记 读此的第三种说法 说下毒之人是那位神秘美丽的西夏王妃 这种说法最早是出自于明朝末年的一本史书叫《黄史》 在《黄史》中说他身带暗器 在旧寝的时候趁成吉思汗不备杀死了他 到了清朝初年 一本蒙古人主编的史书叫《蒙古原流》 对这个事件又加大笔墨进行了描写 说这名西夏王妃叫古尔伯洛金高娃 他在他的西夏王被杀 城池被迫之后被成吉思汗所获 然后吉夜寝后随商主上金体不育 这位王妃还乘乱逃出了成吉思汗的营帐 后来投哈拉江自尽而亡 哈拉江指的就是黄河 蒙古原流呢 这本书是成书于公元十七世纪 一百年以后 这本书被当时的蒙古人献给了当时清朝的皇帝乾隆 乾隆觉得这本书不错 还将它翻译成了满汉两种文字 收藏在了四库全书之中 所以这么说来 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 黄史也好 还是蒙古原流也好 虽然都说是西夏王妃杀死了成吉思汗 但都没有提到是下毒 黄史说用的是暗器 蒙古原流则根本就没有提是怎么重伤的成吉思汗 那么下毒之说又从何来呢 我想这很可能是后世的人在演绎这种说法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想象 使得这种说法变得更加的合理化 毕竟要一位弱女子持刃杀死或者重伤成吉思汗 这在常理上讲确实是很难说得通 而且当时就寝的那种环境 大家也可以想象不大可能允许西夏王妃还深藏利刃 所以为了使这种说法更加合理化 只能说是下毒而死 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成吉思汗是怎样被西夏王妃杀死的 总不能说成吉思汗看到王妃以后流了大量的鼻血 最后失血过多而死吧 其实下毒之说也不大可能 大家想当时在成吉思汗的大仗之内 只有成吉思汗和西夏王妃两个人 西夏王妃生得如此美丽 成吉思汗的眼神可能一刻不离的留在了他的身上 他怎么会有机会下毒呢 他在为成吉思汗示寝之前 作为敌国的王妃自然会经过搜身 那么他又怎么能将毒物带入成吉思汗的寝障 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将毒药藏在了指甲之内 但这种说法也是有点异想天开 在中国古代 毒药远没有影师剧中描写的毒性那么大 影师剧中我们经常看到皮霜啊 鹤顶红啊 还有那种震毒 震毒呢 据说是一种叫震鸟的羽毛 据说只要用这种鸟的羽毛轻轻划过一杯水 这杯水也就成了剧毒之物 喝了以后 啵的一声就死了 但实际上 迄今为止生物学家并没有发现这种所谓的震鸟 古人说震鸟有剧毒 主要是因为震鸟经常捕食毒蛇 所以毒蛇的毒性就附在了震鸟这身上 从这点上来看 生物学家们认为倒很像是一种鸟叫蛇雕 这种鸟特别喜欢吃蛇 不过它的身上并没有什么毒性 有些专家经过分析认为所谓的震毒 其实也是一种植物叫乌头茧 毒性也远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 古人受到提纯公益的限制 所提炼出来的毒品纯度往往不够 所以要想真的即刻将人毒死的话 那毒药的剂量不能太小 但是也不能太多 很多毒药都带有强烈的气味 并不能做到杀人于乌性 比如说披霜 如果数量稍微多一点的话 就会闻到一种刺激性的气味 如果将披霜溶于水 据说味道很苦很辣 而且很粗糙 当然了我也是听说 那东西我也没喝过 有喝过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到底那是什么味道 还是别留言了 怪吓人的 所以说下毒是一项技术活 西夏王妃未必有能力做成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西夏王妃不是用暗器 伤了成吉思汗 也不是下毒的话 那剩下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最后一种成吉思汗的死法 他是被咬死的 咬断了南根而死 这种说法呢 不见诸于任何的正史与野史中 纯纯翠翠是一个民间传说 不过呢 也不能说他毫无道理 毕竟在西夏王妃给成吉思汗示寝的时候 他身上最具杀伤性的武器 只剩下了他的牙齿和指甲 相比较而言 牙齿无疑更具有杀伤力 总不能说那么大个的成吉思汗 是被女人挠死的吧 当然了 不大可能成吉思汗是直接被咬死的 但有可能是被咬伤 然后伤口感染 最后不遇而亡 在蒙古原流一书中 关于西夏王妃的记载 也有很多的错误之处 比如说书中记载 成吉思汗是在破城 并杀了西夏王以后 才掳得了西夏王妃 但实际上成吉思汗死的时候 西夏国的首都兴庆府 并没有被蒙古人攻破 夏末帝李县那时候还活着 所以因为有上述两个明显的错误 人们不禁就会怀疑 蒙古原流的史料价值 或许这位书中所记载的西夏王妃 根本就不存在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在上述的这些死法中 除了雷击之死以外 其他的各种死法 都与西夏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成吉思汗的死与西夏 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从以后发生的几件事中 就能够看出来 在成吉思汗临死之前 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舔灭无遗 以灭之 以死之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要屠城 杀死所有的党项人 而最终在西夏王已进投降的情况下 窝阔台还是将西夏王斩首祭奠成吉思汗 并对兴庆府展开屠城 而且还四处搜寻逃逸的西夏人 史书记载当时是白骨毕野 数千里挤城赤地 战乱过后 元朝人修了辽史 修了金史 修了宋史 但是唯独没有修大夏史 由此可见蒙古人对西夏人的仇恨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成吉思汗是死在了西夏人的手里 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成吉思汗的死法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我觉得马可波罗所记载的他死于西夏人的独剑之下 倒是可能性更高一些 毕竟马可波罗记载的时间是在忽必烈时期 离成吉思汗的时期比较近 而且又是西夏人所为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至于其他的那些死法 特别是被咬死之说 我觉得更多的是出于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吧 史书上称成吉思汗为波罗记 他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成吉思汗的一生是杀戮的一生 他手中紧握的那块血块 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人们常说杀一人者罪 杀万人者凶 那像成吉思汗这样 杀了几千万人 是不是就可以被称为神了 能够杀万人 甚至杀上千万人的人 一定是一位强权者 一位征服者 而持这种观念的人 也一定是出于对征服者的崇拜 而这种崇拜 实际上就是对聪林法则的崇拜 对强权与暴力的崇拜 当凶残与征服被神化 进而被吹嘘成一种神力的时候 那无数在刀下的亡魂 又将作何感想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下杂谈 B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明年再见